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影片 現在我們先說一下重點 今天的影片有大概兩三個重點想跟大家說 第一個重點就是我重回了職場 大概第三個星期我中了這個COVID 沒錯 我中了COVID-19 真的非常十九 而第二個點我想說 我現在是在一間性商店裡工作 我自己也忍不住買了它的產品 等一會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買了什麼 我上一次在影片裡也跟大家說過 我第一個星期我覺得很多東西塞在腦裡 有很多新的次會 我頭一個星期不多不少都覺得挺有壓力 但有壓力就有推動了 當我很有motivation去學好東西的時候 到我第三個星期我就中了COVID 但是現在說在法國裡面每天都有幾十萬宗的感染藥 終於在2019年尾有COVID爆發到現在2022年的時候 我終於中了這個COVID了 我感覺自己好像換言一生一樣 因為中了COVID裡面其實這裡有說是有抗體的 就是你中了這個COVID 你在短期六個月裡面 因為當你身體裡面有抗體你就不會說短期裡面再重 但是現在我們又在說COVID不僅僅是COVID 它裡面還有Omicron 還可以有Vaiyan 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Anyway 大家都保重身體 小心身體 OK 我當然會說一下中了COVID的感覺是怎樣 是不是好像別人在外面說這麼可怕呢 因為我是帶頭把COVID帶進來去這個家裡的 沒錯我是全家都有COVID 包括我一歲半大的女兒都有 那大家就不用太擔心了 我們已經是痊癒了了 其實我早在兩個星期之前我已經上班了 我已經康復了已經沒事了 但我可以說一下過程 晚上就無端端就尖寒尖寒 然後整個身體都很痠軟 好像作感冒一樣 但是那個作感冒的感覺就不同 你平時的作感冒 你這個作感冒 你會覺得 嗯 那個感覺是強烈一點的 是的 那整個身體無力的感覺 你真的超級無力 你作感冒的那種無力 你仍然都可以做到事情 你仍然都可以做到事情 你仍然都可以做到 COVID的肝發病的過程 我覺得是嚴重的感冒 然後第二天我就去做TESLA 然後我就呈陽性 那當然我就立即打電話回公司 然後我就要做這個自我隔離的十天 然後在這十天裡面 我純粹想說 很簡單說 其實頭兩三天是比較辛苦 那那個 我覺得 我認為每一個人的發病過程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對這個COVID的反應也是不一樣的 我自己呢 純粹是比較累 還有 時不時的吸一下 我就沒有發燒的 作為一個媽媽 你病了 其實你不是真的有得休息嗎 是不是 還有你還是要有一個家庭 你需要照顧 那當然呢 我又沒有神隊友 我身邊的 當然她呢 她呢 就在這個時候 她是負擔了一個 照顧我這個病患者的責任 但其實呢 頭兩天裡面 我是有少少被照顧的感覺之後 當我老公和我女兒相繼中COVID之後 只不過我是兩天 一個被照顧的感覺之後 我參與這個照顧者的角色 去照顧所有人 那我不知道是心理上 令到我心理 我要跟自己說 我要照顧我女兒 我要照顧我老公 那所以呢 在我第三四天之後 基本上 那個累的程度 就大大減少了 還有我覺得是有關係的 和打疫苗 因為我個人 就打了兩針 而我老公就是偷雞 他沒有打到第二針 然後我們兩個對於COVID這個反應 都是非常之有天怨之別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男人呢 對於痛的程度 是非常之敏感的 就是你知道 女人生孩子 那個男人在旁邊看著 是那個男人暈倒 那個女人是繼續 他繼續這個過程 而那個男人就躺下了 然後呢 我很記得 我很記得 我生病這個過程 我是哇 不斷地去繼續 很清醒 然後我老公在旁邊看著的時候 那個代產婦 是問我老公 嘿 先生 你有沒有什麼事 要不要用一杯水 喂大哥 生病是我 為什麼你不問我有沒有事 要不要用一杯水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對比之下 我不知道我老公 其實純粹是對於痛感 是非常之敏感之外 可能其實真的 不是那麼辛苦 我個人覺得 COVID就不是太辛苦 或者是有疫苗的作用 或者基本上 疫苗是沒有作用 是純粹我個人 對於COVID的反應 不是很大 不知道 但是因為始終我打了疫苗 我覺得 難道不少可能有少少關係 大概我想我維持了 三至四 比較累 還有不斷吸 喉嚨 喉嚨很痛 對了 除了喉嚨真的很痛 因為感冒雖然有喉嚨痛 但是這個COVID 喉嚨很痛 然後好像裡面 生了很多肺炎 那種痛 總的喉嚨很痛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經常都很不舒服 除了喉嚨痛 之外 還有苦一點之外 還有會咳嚨之外 我覺得其他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然後 對了 過了十天至我隔離之後 我穿了前面試 我是負責 然後我就回到工作了 這就是我這個COVID的過程 而我第二件事 想和大家去聊聊天 就是想說一下 我現在在這間Z-Shop裡面 我自己都非常好奇 然後我自己都買了些產品去試一下 那我會和大家分享我買了什麼產品 好了 那我現在就和大家分享我在Z-Shop裡面 究竟我選了什麼產品 給自己和我老公一起用呢 那我就選了三件事 那純粹真的分享用家的心得 這個頻道就不會特別有什麼變化的 純粹是我分享我日常生活 所發生的 我自己覺得有趣的事情 不等於說我現在在Z-Shop裡做 我每一個影片都會說Z-Shop 雖然我自從我回到Z-Shop之後 在上一個影片就開始說 有關於Z-Shop的事情 但我上一個是沒有說這些事情 就沒什麼掛勾的 OK 還有呢 我這個頻道 叫做發露梳 我真的什麼都說了差 好了 那我第一個產品是買了什麼呢 Sexy Lingerie Yeah 是挺性感的 OK 然後呢 後面也有得看回的 Oh my god OK 當然我沒有這個模特兒 就是 胸部那麼大 但其實呢 它整個設計都令到個人的曲線很分明 第二個產品 WOW 是什麼來的 是 OK 那麼 給大家看看 它是CBD 我不知道香港人是否熟悉CBD 其實CBD是一種叫做有帶麻的成分在裡面 那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潤滑劑來的 而這個潤滑劑呢 是有這個帶麻的成分在裡面 其實呢 潤滑劑的功能大家 我都不用特別多說了 但是為什麼要選一個CBD的功能在裡面呢 首先這個CBD的成分 因為裡面有帶麻 那它就令到你的肌肉放鬆 還有它的帶麻成分呢 是會令到你的血管狂張 那你的血液呢 在裡面流到得更快的時候呢 是比較上 帶了一點點快感的 就是它增強了你在這個 這個性行為的時候呢 是增加了這些快感在裡面的 那其實 我純粹我個人呢 是對於CBD 都想試一下 如果本身你個人是比較緊張的 又或者是 你不太喜歡前戲這些東西呢 那其實我覺得有這個CBD的用話 真的都挺好的 它是減輕了你那種緊繃的感覺 從而你亦都感覺到一種很放鬆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個產品是真的挺好的 真的不錯 哇!這件事真的是很Pro 我自己覺得 還有它這件事呢 它是用一枝植物提煉而成的 還有它是基本上 是給你敏感肌膚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用這件事呢 你也要擴修一下你自己的醫生 不是因為你看那條片 天啊!很棒啊! 然後你自己去買 OK? 我純粹是 我自己呢 就想深思去試 而我自己覺得不錯 但是每個人的皮膚都不一樣 所以就 去擴修一下醫生先 所以最後呢 第三件事呢 有嗎?有嗎?有嗎? YES! 就是這個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什麼來的? Oh my God! 好可愛喔! 看那個顏色 很可愛 好像有一個鈴鐺一樣 大家知不知道怎麼用呢? 給三秒鐘猜猜 1 2 3 OK 它是讓你 裹在一條J OK? 即是呢 其實它的功能就是 它這一塊東西 是有彈性的 然後它可以裹在J裡面 然後呢 它這個作用就是 是令到性行為的過程呢 就減慢了它發射的速度 是不是這麼說? 應該是啦 即是它延長了你們 性行為的時間 那這裡呢 它不只是負這個功能 而你看到好像有三樣東西 那這個 先說一下 它呢 是有這個震動器在裡面的 聽到嗎? 不是 我是不是要把這些字 要收音這裡 你是不是在想 你用了沒有? 那當然是用了啦 這裡呢 大家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呢 其實它是有一些紋在裡面 即是那些條紋 那些粒粒粒粒的這些 它透過這個震動器 而令到這個位置 當你在做這個性行為的時候 即是你不需要我去 特地做那個動作出來 是不是? 然後這個位置就可以碰到 女性的敏感帶 而令到女性有一個更加好的 sensation 在裡面 有 那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鈴鐺呢 純粒是設計的 當然不是 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它是可以回蕩 即是當你這個性行為的時候 它這一塊呢 就回蕩在伴侶的春袋 對 它的蛋蛋那裡 不斷地摩擦 它的英文叫做Cock Ring 即是它好像一個戒指一樣 Cock Ring OK 對 其實我也沒有戒指的手 不過我現在這個用家的事後感 我自己就覺得是正面的 對 我覺得這些性用本是有幫助的 除了你是和你的伴侶 去增加了這個情趣之外 可能一般人的思想 我比較傳統一點 就覺得 哎呀 什麼來的? OMG 我覺得不需要用一些 太過特別的眼光去看 而現在我們都住在這個 二十一的世紀 是不是 其實對於很多東西 我們都可以比較開放 這一份工呢 我學到不少的新的智慧之外 它都打開了我的眼界 我遇到很多不同層面的客人 年齡層都非常廣闊 六十幾七十歲都有 那我自己就覺得是 哇 你有沒有想過 當你自己以為年過四五十歲 哎呀 搞什麼這些事情 都要八年多 不是呀 一百年多不可以開心的嗎 是不是 一百年多不可以增加快感 不可以增加這個生活的情趣的嗎 不是一百年多 你就一定要很悶地去生活的 就是這裡的客人很印象到 就是 無論你什麼年紀都好 你也是有權利去尋找這個快樂的 那最後 那我公司就送了一個產品給我 那就是這一點 那大家又給大家猜是不是 我放了一個story 那有人就猜 是被寶寶玩的 他也很可愛 我自己就猜他是一個風扇 當我同事跟我說 Carrie你一個禮物 是公司送的 我想說 怎麼送了風扇給我的 難道法國都好像香港那樣呢 一熱的時候 你見到整個大街 也有很多人都這樣唱風扇 但是他這樣 那個業 難道他的風好一點嗎 但原來不是的 我又給大家三秒鐘去猜一下 這個東西是什麼 OK 我猜了 我都不知道你猜了什麼 其實呢 我公司送給我的 這個東西 當然是SAS Toilet 其實它是一個 給女性用的智慧器 而這些好像方線的頁 其實它是入電 然後就按這個按鈕 然後它這些 其實是一條舌 它的設計 就像模仿人的舌 然後它就會不斷 然後把它放在你的 性器官的敏感帶 然後你就按著它 然後它就會 從而增加了這個快感 我試過尾 當然尾 沒有 沒有電 我家裡沒有 那支電 所以我就沒有試 暫時都沒有這個時間 我現在有時間 都先去拍片 暫時沒有時間去做這個產品 今次的影片就已經到尾聲了 多謝你的時間 在這個時候 我就希望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在這個時候訂閱它 如果你已經訂閱了的話 你可以去Like我的影片 又或者你可以share我的影片出去 讓大家多點去認識我 Carrie的一個香港人 然後有些什麼 我們下一次再說吧 Bye Bye Thank you Carrie